今天我三哥家压豆油 领大家看一下正宗东北奔豆油是怎么压出来的 成本价是多少 前面就是压油房 看我三嫂笑的多灿烂 看着豆饼还冒着热气呢 这就是压油的机器 黄豆要经过两次压榨 首先黄豆要通过左边的角刀输送到味料口 进行第一次压榨 压榨后的豆饼通过右边的角刀输送到第二个味料口 这就是最后压出的豆油 要经过两次过滤才能装桶 这些都是压完的豆油 要沉淀至少三天才能出售 这是来油房买油的顾客 畅上的是笨豆油 我三哥来压油 手工费是每斤黄豆两毛钱 压油房每天能挣500元左右的手工费 这台压油机也是去年买的二手机器 才花了几万块钱 这里边是又热又潮啊 这台机器每小时能压三四百斤黄豆 我三哥加3000斤黄豆 大概得压十个小时左右 咱们算一下 对农民来说是卖黄豆合适 还是把黄豆压成油卖豆油合适 今年的黄豆收购价格是三块钱左右 100斤黄豆能卖300块钱 如果把黄豆压成油的话 100斤黄豆能压出12斤豆油 88斤豆饼 一斤豆油在我们当地的价格是11块钱一斤 一斤豆饼的价格是1块2一斤 这就是237块钱 这么算的话 虽然是卖黄豆合适 但是我们这基本上都是压油 因为我们土耳人都种木耳 剩下的豆饼可以做木耳菌的添料 豆饼虽然卖出去的价格是1块2一斤 但是如果你要再买回来的话 就不是这个价格 就比这个价格贵很多 但是对咱消费者来说呢 我们这一斤奔豆油是11块钱 但是我看了 全网卖东北奔豆油的 是从6块到9块 没有超过10块钱一斤的 有粉丝还想让我卖豆油 你说就这个价格让我怎么卖 就这个价格还没加上包装费 运费 还有平台的扣点 我也没搞明白 在网上卖东北奔豆油的 价格为什么那么便宜 有知道的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是哈尼章 关注我带您了解东北走进林都